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法班农招来贵族地主子毛以及司马光等大臣的极力反对 是单纯的政见不同 还是利益 祝罪 王安石屡遭谈和两次罢相经历了怎样的心酸 宋神宗由极度信任王安石到同一起辞职归隐 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 八年的变法给北宋带来怎样的变化 变法的是非功过又该如何评说 学者杨吉为您还原一个真实的 王安石变法 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 轻描法在执行过程中问题很多 这让反对派抓住了把柄 不断地向王安石发起攻击 其中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司马光 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 在703年也就是1070年的2月26日 专门给王安石写了封信 这封信叫与皇戒谱书 戒谱啊是王安石的字 这封信啊全文有四千多字 我们简要点说 就是劝王安石趁早收手 不要再变法下去了 没什么好下场 王安石收到来信啊 没当回事 可是司马光不灰心 又接着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 这回换来了王安石的反应 他就司马光两次来信中提出的种种疑问 全面地进行了反驳 而这封信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达司马简一书 看到对手的回信 司马光尽头来了 他又写了与王介甫第三书 内容啊 无非就是前面的一些观点的再次重复 可这一次王安石选择了沉默诗经 他知道再写下去没完没了了 与此同时啊 朝廷中传出一种说法 说王安石为了表达变法的决心 曾经喊出了天变不足位 祖宗不足法 人言不足序 这三不足的口号 当然我们对比了历史材料 认为他极有可能是保守派无中生有 用来丑化和攻击王安石的 那么作为当事人的王安石又该如何应对呢 老实讲啊 面对这样的情况 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换位思考 如果你是王安石 你该怎么办 难道要去否认 还是去找个证人证明 我自己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你真是这样了 那就死路一条了 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有些事情你越描越黑 你越否认 你越容易被人认为 你却有此事 话说得好啊 死地无垠三百两 可问题是你又不能不解释 你不解释 你就不等于默认了吗 所以啊 有时候沉默 它不一定是金 它有可能换来的是费铜烂铁 那么王安石究竟要怎么做才好呢 继续自治通奸长篇记载啊 有一天沈总公告诉王安石 他说啊 现在外面都在传 说朝廷提出了三不足的变法口号 而且司马光统治在分管公务员考试当中啊 试卷上专门有一道题目就叫论三不足 王安石你怎么看啊 司马光成功地利用一道论三不足的考题 把王安石推到了风口浪尖 他影射王安石变法是逆偏行事 违背阻止 不顾人生 全都是掉脑袋的大罪 那么面对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攻击 王安石该怎么办 一直支持变法的神宗皇帝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对王安石产生意见 甚至影响他变法的决心呢 王安石又如何才能打消神宗皇帝对自己的疑虑呢 王安石不急不满 回答说 在我看来 陛下日理万机 不贪图享乐 不流连深色 心系天下 为民操劳 历经图治 这就是害怕天变 又是什么呢 怎么能说天变不足位呢 陛下为了变法 能广泛听取臣民的意见 不管大小 只要言之有理 都会加以采用 这就是害怕舆论 那如果不是害怕舆论 又是什么呢 怎么能说人言不足序呢 去对待祖宗执法的问题上 关键在于要弄清他的本意 并且灵活运用 而不是没守成规 对那些不合时宜的 已经淘汰的成就的规定 就要应该加以调整 突破 甚至创立新法 这本身就是变法所需要做的嘛 所以我们怎么能草率地说成 祖宗不足法呢 王安石的解释工作做得非常的好 既能资源取说 又能借力打力 顺便给真乐火朝天进行着的变法做了宣传 总之 这个出自反对派的诬陷陷害 王安石最终凭借着他的机制和口才 在宋神宗面前顺利闯关了 如果说自变法以来 王安石与司马光是一路PK过来的话 那么在这个回合中 王安石又再下一城 可问题是司马光又该怎么做呢 在上一节我们提到过 西宁三年的八月初八 司马光曾经向宋神宗提出要外调 要到地方上去工作 当时神宗没有答应 因为他心心念着的就是用人上的相互制衡 你倘若司马光走了 王安石不就是没有制约的对手了吗 后来到了农历九月二十三日 司马光眼看着在朝中大势已去 如果再待下来也没什么意思了 于是又一次提出要辞职外放申请 和上一次试探性的提出外放不同 这一次司马光是真心想奏 因为他觉得神宗皇帝体验了心要变法 在这种情形下 他留在权力中枢毫无意义 那么这次失败之后 司马光会不会真的就此演起西谷 不再劝子变法 而一直舍不得外放司马光的宋神宗 又会不会批准他的申请呢 不过这次终于换来了 神宗皇帝的点头答应了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 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啊 动不动的就抬杠 自己稍微偏袋一方呢 另外一方就要打辞职报告 这严重的影响了变法的进程 如果真要推行变法 在实在无法调和司马光与王安石 两个人这个之间矛盾的前提下 他必须态度明确的 放弃掉一个人 没错 这个人只有是反对变法的司马光 最后神宗皇帝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 将他调到永兴军 永兴军路的管辖范围啊 大致相当于今天陕西省的这个局部 再加上甘肃宁夏山西等省区的一部分 司马光的故乡 山西下县也包括在内 大家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 神宗为了支持变法 曾经罢免或撤换了像 富弊 曾公亮 欧阳修 韩启等这帮 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 还有像苏氏苏浙 范真等 享有崇高身旺的名流政客 现在连反对派的精神领袖司马光 都离开中央了 说到这里 有观众就回问了 随着司马光的出走 那么朝廷内部不就是改革派的天下了吗 接下来王安石不就可以甩开手脚 想干什么就能放手去干了呢 可事实是这样的吗 事实上啊 让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司马光倒下去了 千千万万个司马光站起来了 随着变法的深入 反对和憎恨自己的人是越来越多 甚至最终还演变成了一件群体性上访事件 那么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千人告状震动惊失 变法为何会变得让老百姓活不下去 地方官员的做法让王安石震惊 这哪里是他主张的变法 为什么这个群体事件会动摇神宗皇帝变法的信心 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还能继续吗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己为您讲述第九集 出乱子了 事情啊 还得从西宁四年的五月一天早晨说起 一天早上啊 这个京城政府门口啊 突然冒出个一千来号人 他们要求见市长告状 告什么状呢 他们说新出台的免疫法 让他们快活不下去了 他们无路可走 只好来求政府了 由于他们都是来自京城开分府县衙内的东明县 因此后人就把这期老百姓集体上访事件 称作东明县事件 事情说到这里 有两个信息非常清楚 第一 这帮老百姓是冲着免疫法来的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一句话 没活路了 要求政府帮忙解决一下 我们先说第一点 就是这部免疫法 我们前面提到过 在新年二年的十二月 政府公布了免疫法草案 向全国征求意见 后来在新年四年的真月 免疫法先在开分府县内的周线做试点 同年十月才在全国实施 出台他的目的很简单 简单说就是要一改过去的差役制度 允许老百姓花钱免除差役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说你只要出钱 你就可以不用服兵疫 要知道在过去北宋的制度 这个老百姓除了要交税 还有根据自身的等级高低 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 这差役有做管粮仓的 跑运输的 有做厨师的 还有帮忙吹脚纳税的 为了分排差役 北宋政府把民户 就是普通老百姓分成九个等级 并且规定下五个等级 一律免除服役 上四个等级的农户 要按照各自财产的不同 分别给予不同的差役上的安排 不过这样的规定跟轻描法一样 在执行中又会有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你负责跑运输政府物资的 你如果遇到这个损耗丢失了 你就得赔偿 你又比如说你是负责去吹讨税款的 如果纳税户不交 少交或者干脆逃税的 那么不好意思 你先来代付 你代为缴纳 毫无疑问 你这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多的负担 因此人们为了逃避这种种差役 就势必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个叫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比如说有的人故意把家里的财产 隐移起来 对外宣称自己是下午等人 那么就可以免去差役了 有的人尽量少生产 少耕种几亩田 从而降低自己的身份等级 这有点像现在的有些地方 为了像享受国家的扶贫优惠政策 故意不用心生产发展经济 宁肯戴着贫困线的帽子 不愿意摘取 说白了 这就助长了道德风险 同样的道理 按照当时的扶差役政策 打击的是人们生产的积极性 最终使得农民没心思生产 农业受到严重影响 为此各地官吏纷纷上书 表达对差役制度的不满 到了王安氏路潮为向了 就差役法的弊端 已经是病怒高荒龙 不改革是不行了 所以王安氏在推行清淼法 农田水利法的时候 也在考虑着如何革新旧的差役法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全国各地情况 各州线人口数 贫富差距等情况各不相同 你要制定一部全国适用的法律 必须要有普遍性 统一性 要尽可能方方面面照顾到 正是考虑到这其中的复杂性 王安氏在出台这部免疫法之前 是经过反复讨论 认真推敲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部法律 从制定到实施 足足用了两年时间 说到这部免疫法 据文献通考 序自治通签长篇记载 其措施归纳起来三句话 第一 免疫副不在不义 但需要在下秋两季交纳免疫前 第二 免疫前数额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官府用这笔钱去派人去服役外 剩余的钱用来挣灾 第三 原来不用服役的一些特殊人群 比如说考取近视以上公民的 僧人道士 女性 未成年 也要按照各自等级出钱 这个钱叫什么呢 叫住一钱 通过以上三点我们不难发现 国家制定这样一部法律 让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各尽其能 最大程度提高了生产效率 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增加国库收入 可问题又来了 新英法一出台 原来不用服役的人 现在要承担一笔费用了 这就很容易使得他们本来不反对新法 现在因为自己利益受损了 转而投向反对派的阵营 换句话说 反对变法的人数范围正在扩大 新的免疫法规定 百姓以缴税的方式代替服役 政府用这笔税金雇佣专人服役 也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从而可以提升行政效率 按理说 虽然缴税的范围扩大 人们有一定的怨言 不过进行了等级划分之后 应该还在人们的承受范围之内 那么东明县的老百姓 为什么要闹事 当地官府又做了什么呢 东明县老百姓反映的问题是 免疫法实行到他们县里 很多官员为了多收免疫钱 硬是把他们的户口等级给提升了 也就是说 原本是第五等的穷苦老百姓 可以少交免疫钱的 现在倒好 变成第三等的相对富裕的阶层 所以他们要交的钱 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填文数字了 根本交不起 这是要逼死人 不让人活的节奏 面对群体上访 按理说 作为政府人员 你总得先安抚稳定对方情绪 控制住局势 然后尽快请示上级 展开调查 做出解释 提出方案 但当时的开封福尹 也就是市长 他倒好 命人大门紧闭 然后放出花举 三个字 不受理 意思是说 你们要找 就找新法的负责人去吧 这个负责人是谁 他就是王安石 所以这一千多个老百姓 枪头一转 直接冲到了王安石的家门 王安石不愧是王安石 在关键时候 敢于面对有所担当 而不像前面那个官员 躲了起来 或干脆跑路 王安石向这些人提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 你们这么闹是为什么呀 江明回答说 免疫法的实行到他们的县里 他们的户口等级变了 本来是第五等的贫苦农民 现在变成了第三等的 有钱的阶层了 所以他们要交的钱 就变成了一个天文数字 根本是交不起 要逼死人 接着王安石问了第二个问题 你们来东明县的支县知道吗 这是个原则问题 东明县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改了户籍这个问题先不说 你这么多人上访 你支县难道不知道吗 你至少得上报上级啊 可问题是支县不知道 这就纳闷了 这让身为上级的王安石 就觉得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民众自发行为 一千多好人 这能有什么罪名呢 即便有罪 大家平均一分 还能剩下什么呢 王安石清楚 他必须尽快上朝 向神宗皇帝去报告 官场经验告诉他 这个事情啊 已经轰动整个开封都城了 消息很快就会传进皇宫里 在那里才是他真正的战场 于是他就告诉这些乡民 事情呢 还是要走法律程序的 首先呢得去找开封府上一级单位 御史台 让他们受理调查 另一方面 王安石也承诺自己会关心这个事情 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 听完这番话 老百姓觉得也很有道理 认为再这样闹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所以就自行散开了 虽然送走了这帮乡民 但老实讲啊 王安石内心很不安 尤其是听完老百姓反应的这个情况后 自己很震惊 究竟是新法本身存在问题 还是有人暗地里捣鬼 变法派和反对派各执一词 又是谁擅自修改了东云县百姓的户籍等级呢 利用东云县百姓闹事事件 保守派加大攻击变法的力度 这会对神宗皇帝产生什么影响 他还会继续支持王安石变法吗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吉为您讲述第九集 出乱者 王安石内心很不安 东宁县就在首都开封府城边 就在天子脚下 在这么一个范围内 都有人敢对新法做手脚 你想想全国之大 地方之广 山高皇帝远的 他的新法还会被扭矩成什么样子 第二 就事论事 他搞不动好好的一个免疫法 这个政策究竟如何在执行过程中 一步步变位走样的 这背后究竟有没有人在搞鬼呢 历史上有过两种不同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来自变法派和保守派 两个不同的调查结论 对此我综合了司马文公文集 续自治通奸长编 以及邓广明先生所写的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等资料 变法派的解释 这是说东明县的支建搞得鬼 而在保守派这边 他给出的说法是 始作俑者是王安石的手下 是他们不根据官服原有的户籍账本 去划分等级 而是师字先划分好等级 直接分配到下面县里去执行 这才造成了东明县的闹剧 所以得出决论说 你变法派完全是瞎胡闹 必须趁早废除 才能恢复国家安定秩序 至于这两个版本谁对谁错 限于历史文献的有限 我们真的无从判断 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分辨 因为很简单 东明县老百姓上访事件是真的 它造成的恶劣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 对宋神宗来说 变法才这么些日子 一直以来就是是非不断 争议不止 难道这还不够闹心的吗 事实上对于司马光 舒适等反对派来说 他们当然还嫌不够 相反 他们一直在阻挠和攻击着变法 首先 在西宁三年的十一月 准备到永兴君录赋任的司马光 给神宗写了一份名为 齐勉永兴君录 轻描住以前炸子的咒脏 认为免疫法有害 程度甚至比轻描法更厉害 为什么呢 司马光认为 上等户从来都是轮流服差役的 这样还有时间休息 现在虽然可以免除服役 但需要年年缴纳钱 相当于是永无宁日 而下等户本来是不用服役的 你现在要让他们出钱 这无疑是加重负担 而对政府来说 如果收到的免疫钱少 则雇不到人去服役 如果钱多 则势必增加赋税 如果说雇不到人来服役 是要耽误公家事 那如果说向民众增加赋税 那等于要导致民怨沸腾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司马光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 免疫法是侨利税收明目 增加百姓负担 是一部邪恶的法律 第二 他管下的陕西境内恰逢干旱 而收成不好 因此请求免除当地的免疫钱 另外根据苏氏文记记载 苏氏在104年的2月 给宋神宗写了一份半言书 书中反对新修农田水利之外 还专门对免疫法提出了严厉批评 他认为免疫法打击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 增加了下等民伙的负担 最后只会捞乱国家秩序 还有一些保守派反对的理由 更是直接 他们说 北宋的付税已经够高的了 你王安是倒好 在七七八八这样税种那样税种之外 又巧立明目 什么免疫钱了 注意钱了 你这不是让老百姓要做死的节奏吗 当这些反对的声音 再加上前面的群体上访事件 传到了神宗的耳里 小皇帝又坐不住了 他甚至自己都常常犯嘀咕 付税是不是太重了 他又一次找来王安石 问该怎么办 王安石很淡定 当然他也有可能是装出来的 他自己不能乱了阵脚 他说皇帝 你不要担心 这点税负一点都不重 我只不过从土豪身上 多争了点税来增加国库收入 这个二来啊 也避免他们因为这个钱多 而轻易的兼并其他农民的土地 至于东明县乡民上访啊 完全是一场误会 是下面的人执行出了问题 为了增加可信度 王安石专门引用了汉记里的一句话 叫金税脸不为重 但豪强轻谋耳 意思是说啊 老百姓苦难重的不是税收 而是有钱的地主土豪们 对他的剥削和土地兼并 有句话说得好啊 书到用时方恨少 小皇帝怎么能跟大学 是王安石比学问 比调书带的呢 所以王安石说完这话 不管别人信不信 小皇帝就是信了 后来啊 宋朝政府特事特办 规定这个东明县政府 不得随意变更户口等级 对那些愿意服役的 上三等户的老百姓啊 不能在额外的征收免疫前 至此 东明县一千多号人上访的分波 这才得到平息 说到这里 观众会想了 王安石是信用女神的垂青呀 总是能逢凶化吉 而司马光太悲催了 自从跟王安石民政院暗斗以来啊 好像都没怎么赢过 那么对于新法惹来的麻烦 宋神宗三番四次的倒向王安石这边 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好的 观众朋友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免疫法实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百姓的税负陡然增加 引发了百姓群体上方 对此神宗皇帝不胜其烦 这时神宗皇帝依旧执着的支持王安石 这其中有什么更为重要的原因 系列节目 王安石变法 学者杨吉为您讲述第十集 变法与强冰